我叫蒙虎王 而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我要和我那好兄弟狂吠吠 决一死战 老大 这次决战的地点是他那边的 我怕他会提前设下埋伏呀 哈哈 那个大老苏就是个憨憨的机器人 才不会想到这种招数呢 放心吧 元帅您不也是个机器人吗 如果我们是人工智能的话 那他充其量就是个人工智障 放心吧 但他毕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要是和他正面硬钢的话 我怕元帅您会受伤 你瞧谁不起呢 你以为会怕他 好吧我还真没心情能打得过他 骂买屁 要不是我现在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我还用得着为这事烦恼吗 啊老大你有啥缺点啊 我缺点能源紫水晶啊 不过问题不大 他那边有我的人 老大我有一个办法能消减他的战斗力 哦说来听听 我的办法就是美人计 我们将一个绝世美女送过去 让他沉迷女色无心修炼 然后变得越来越菜 你看怎么样 这办法倒是不错 可是咱们上哪去找美女啊 再说了就算找到了美女 我能让给他 这美女就是蓝独兽啊 嗯 你看这浓浓的柳眉 马脑般通红的大眼 这纤细的四肢 再看看这樱桃小 嘴就散了 这高挺的鼻梁和尖剑的下巴 最重要的是 还有这无数女子渴望的A4U 虽然蓝独兽是一个男的 但却符合一切对于美女 这两个字的标准 元帅你怎么就没发现呢 诶 确实呀 而且蓝独兽的盛宴 本来也就是萌萌的罗里音 那蓝独兽 你是否愿意穿上女装 单词中任呢 我 我愿意 只要是为了元帅能够胜利 我刷刀身下火海都在所不惜 元帅 好 说得好啊 战争是一场肮脏的游戏 还是我是一个肮脏的 NPC 他们 不 元帅 某喵喵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为您送来了一个绝世美女 希望决战当天您能手下留情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这某喵喵竟然想起来给我送小姐姐 元帅 那只喵的小肚子里坏水可多着呢 这次的送礼要么是送来了个刺客 要么就是另有企图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去 告诉某喵喵她的好意 我领了 啥 啥 哎 也许她送来的的确是个刺客 可是我狂野性由于我这五大三粗的外表 争战沙场这么多年了 依旧单身 这好不容易来了个小姐姐 我不想放过呀 元帅 要对自己有信心呢 请您相信 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出现一只 温柔贤惠 端庄大方的母猩猩 到了那时 她不嫌弃你丑 不嫌弃你蠢 不要你的车 不要你的钱 也不要元帅你 孟妙妙 作为和你一起光着屁股玩到大的朋友 你今天要是把时光之城的令牌交出来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怎么样啊 说你蠢你还真不聪明啊 说的好像咱俩穿过裤子似的 不一直都光着屁股吗 温 你说的有点道理 还有你能不能别老说我蠢 就你聪明啊 不不不 我才不聪明 但是没关系 我儿子聪明就行了 哎呦 你啥时候整出个儿子呀 那你聪明吗 聪明啊 这不就对了 哈哈哈哈 你 你笑什么呀 有啥好笑的 行了 我赶时间 打完去想让我 还要赶紧回家去看哲哑的视频 然后给他三连呢 黄也行 你每次看完视频不会都三连吧 那是当然了 白嫖什么的 简直是只有臭弟弟才会做的事 你放屁 三什么脸 白嫖它不香嘛 不过你要是实在不忍心白嫖的话 那你弹幕上打一个下子一定也可以 可以个屁 那些up主做视频那么不容易 看完之后三连加关注 这不是应该的吗 嗯 你说的有道理啊 所以啊 狂飞飞 我每次看视频都是快结束的时候就退出去 从来都不看完 这样白嫖你总不能说什么了吧 哈哈哈哈 好你个白嫖王 今天我非要替广大up主教训教训你看招吧 元帅你没事吧 我没事 而且马上就能单杀他了 你进来干什么 难道该不会是 完了 他不会发现了吧 你肯定是想蹭老子经验对吧 还好老子机智赶紧出去 这波经验我要单吃 知道了元帅 可恶的猛虎王 下辈子我看你还敢不敢白嫖 我受死吧 我刺 哈哈 傻了吧 狂飞飞 我早就把银铁兽给收买了 元帅 还请您不要恨我呀 狗东西 我平时带你不薄啊 你竟然敢出卖我这个坏银 卑鄙小银 死到临头了 你这咋还开始卖萌了呢 好了 狂野心 受死吧 我撤 金 金铁兽 你不是在攻打雷霆殿吗 怎么过来了呀 我 我 我迷路 哦不是 我从千里之外就感觉到元帅你有危险 所以立刻就赶过来了 不愧是我好兄弟 元帅 我一个人牵制住他们 你快走 还想牵制住我们两个 你好大的口气呀 该刷牙了 小伙子 不行 要走一起走 元帅 你以为我们这是在拍 哦不对 我们这好像真的是在拍动网片 但是也请不要再说这么幼稚的话了 让我们下辈子再做兄弟吧 后备隐藏能源 启动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说起来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金铁兽自爆的时候 我看的是热泪银矿的 从那以后我们那儿的小伙伴都经常把自己一些仅剩的零花钱 比作是后备隐藏能源 然后每次买吃的从总理掏钱付款的时候 就会大喊一声 后备隐藏能源启动 我的妈呀 现在想想自己那时候感觉好中二啊 如果各位喜欢阿姆主视频的话 希望能点个关注 这期视频一样如果收藏过三天的话 就考虑更新后续 最后老规矩 希望感到开心的观众能弹幕发一个哈哈哈哈 谢谢了 你们的弹幕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那么我是追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